1954年5月7日至5月9日这段时间内 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到浙江并视察了很多地方 在这三天时间里 蒋介石做出了一个令他很无奈的决定 从舟山扯军 蒋介石为何要这么做呢 1949年1月 在我军的乘胜追击下 国民党相继失去了在东北、华北全境 以及华中等地区的统治权 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有很多支持与我党和谈的声音 因为在他们看来 和谈应该是国民党最好的选择 同时和谈也能停止国家内耗 不过蒋介石并不这样认为 他强烈抵制和谈 宁可下野也不愿意做半点退让 蒋介石身先隐退 带领家人回到了凤花老家 李宗仁则成为了国民政府代总统 蒋介石之所以不和谈 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和谈 自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下野只不过是他的党剑牌而已 他还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权者 不过蒋介石失算了 国民党军队在我军面前不堪一击 他只好另谋出路逃到台湾 1949年12月10日 蒋介石逃到台湾 1950年3月1日 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总统职位 此时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 1949年1月 交出总统职位绝对不是权衡利弊的取舍 而是无奈之举 1949年这一年里 只要国民党有一点利好的消息 他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大陆的 值得一提的是 蒋介石当年拜逃台湾时 他仍留下了一部分兵力 驻守在大陆 周山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 蒋一直将这些部队 视为自己重回大陆的救命稻草 1950年4月28日至5月1日 蒋介石来到周山大成岛 南极岛视察 他心里仍然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 不过那时我军的实力 已经远远强于国民党 蒋介石迫于现实 不得不撤军 很快周山各个岛的码头 交通甚至通讯都被封锁了 这一切都表明 蒋介石已经做出了 周山撤军的决定 从1949年开始 国民党不断地做出撤军的计划 本应让蒋介石放弃挣扎 可是他贼心不改 本性难移 2010年 有人发现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蒋介石头戴礼帽 身穿黑色外套 手里拿着拐杖 十分低调地来到南极岛 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在1954年 后来 又有人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发现蒋介石先后在九年里来到浙江 蒋在日记中 记录了自己登岛的时间 地点 以及室游 他除了视察军务 还接见了西方企业公司 大成分公司 有美国资助的特务机构的主任 双方曾商议 要在南极岛建立一个飞机场 然而 因为当地地形 以及资金不足 这个计划破产了 除此之外 台湾国使馆的一组照片 却证明蒋介石是1954年5月 来到大臣岛南极岛的 而且后人通过美国台湾两地的资料 也得出结论 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台湾的时间 并非是1950年4月28日至5月1日 而是1954年5月7日至9日 那时 身在舟山的蒋介石 虽然知道大势已去 但他心里还在谋划 如果自己的士兵能够守住舟山 那么接下来 他们就能包围大陆 然后利用上海为军事活动提供经济支持 不过 蒋介石的美梦还是被现实击碎了 因为舟山的国民党驻军只有12.5万人 而舟山对面的解放军人数高达20万 光从人数上看 国民党就不占优势 贸然行动的结果 只能是国民党损失三分之一的陆军部队 台湾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届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根本无法继续躲在台湾 想到这里 蒋介石忍痛从舟山撤军 让我军顺利解放了舟山群岛 在台湾期间 反攻大陆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蒋介石的心头 蒋介石撤军 不过是为了把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 撤军后 蒋介石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来反攻大陆 壮大台湾的军事力量 推动卫星事业的发展 其实早在1950年11月 蒋介石便与美国CIA达成共同合作 突击沿海的协议 美国为台湾提供武器 帮助其破坏东南沿海等地的基础设施 1951年3月 西方企业公司大臣分公司 这个实质为特务机构的公司成立 这个公司在成立初期的任务 就是为国民党采购军用物资 使其达成控制南极岛 一江山岛的目的 后来这个公司又暗中配合国民党军队来骚扰东南沿海 为国民党储备反攻大陆的资金 1951年11月 该公司为胡宗南提供了大量资金 让其完成在浙江沿海岛屿的增调兵力的任务 可纵使美国如此帮助国民党 蒋介石也没有放下对他们的戒备心理 在蒋介石看来 美国人不怀好意 美国和台湾就是互相利用 正因为双方都互不信任 所以这层合作关系也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1953年 我军力量进一步增强 并且党中央在东南沿海等地 部署了更多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根本无力招架 再加上蒋介石对美国的猜疑 大臣分公司便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此后 国民党又先后发动了十几次突击活动 都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也没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1954年初 担任大臣列岛防卫区总司令的胡宗南被撤职 蒋介石对取代他的流连衣十分看重 故而在其任职后又送了他一程 其实 蒋介石秘密来到浙江 不仅仅是寄托自己的思乡执行 更多的是考察南极岛 一江山岛等军事基地的情况 蒋介石为了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 一直在谋划 晚年的蒋介石仍在台湾四处奔波 继续逃未尽的事业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去世 至此都没有实现心中所想 2075年3月5日